书馆开书啊 咱们继续聊天 咱们在这之后啊 大篇幅的就会说这个清朝对缅战争 在打起来之前呢 咱们就得先聊聊 在历史上的中缅关系到底怎么样啊 要说在历史上啊 东南亚这些国家呀 和中国的木林友好关系都不错 可是呢 这个缅甸呢 好像呢 他有点例外 那为什么咱们要用有点例外来形容呢 哎 就是说吧 和其他的国家差的呀 不得离格 但是多少啊 也有例外的地方 您咱今天说吧 这个新闻媒体上啊 除了这个官样文章 形容中缅木林友好关系之外呀 您再能听见的 几乎都是您不愿意听到的 哎 什么这个电信诈骗呢 器官买卖呀 赌场行骗呢 还有啊 就是大家早就知道的那种 吸食了之后 会成瘾的草药的种植以及交易呀 总之啊 关于这个缅甸的很多消息呀 都是让我们听了呀 这个后级令玉良心里紧的消息 哎 咱们不管它了 现在的中缅关系呀 不在咱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之内 咱们既然讲的是历史故事啊 咱们就往远了说 哎 多远呢 不怕远 咱们一绷子呀 先知道汉代 据说在汉代的时候 这缅甸与这个中国呀 已经有了官方的接触了 不过呢 也只是在一些官书当中有记载 细节呀 我是一点也查不到 哎呀 汉代那会儿 这中南半岛上到底有没有国家 这事很难说呀 因为这个缅甸的官书上也是这么写的 到了1044年的时候啊 这个缅甸才建立了第一个王朝 叫什么呢 叫这个普甘王朝 那您想想啊 1044年了 那中国是什么时候啊 那是北宋 北宋仁宗庆历四年 算起来呀 那是这个中国的好时候 北宋仁宗年间 正是这大宋朝啊 这个王化最好的时期 到了1287年时啊 这个普甘王朝就灭亡了 缅甸的王朝更替呢 实际上啊 和他的这个民族战争有关 这缅甸国内呢 大的民族啊 有这么三只 一只呢 就是缅族 还有一只啊 是孟族 还有一只呢 是胆族 这胆族啊 在咱们国内呀 叫歹族 您要是一时猛住了呀 想不起歹族这个族来呀 您就想想那个 泼水节 就是到了那个 喜庆的日子呀 甭管谁在那儿 都弄一身尸的 那个族 在清缅战争以前 缅甸先后经历了 蒲甘王朝 白骨王朝 东须王朝 阿瓦王朝和 贡邦王朝 对了 和这个乾隆皇帝 打起来的这个 就是贡邦王朝 史书所载呢 在这个九十世纪 称之他为一个国家呀 那就是这个大唐 自个儿给自个儿 找脸罢了 都和这个部落 联盟建交了 您这盛唐的脸呢 也没露到哪去 新唐书里呀 有标国传 这白鞠翼呀 还写过这个标国乐 这唐朝人说 这标国舞蹈啊 他没了去了 实际上呢 这个缅甸的舞蹈 咱们也都熟悉 那那个慢的程度 比太极拳啊 得慢十倍 到了这个宋朝的时候 这缅甸国呀 和这个中原王朝 就没什么联系了 为什么呢 他是这个大理国的附属国 他隔着国家呢 他谁也够不着谁 到了元朝时候热闹了 这蒙古军队呀 进攻了大理 就把这个大理王国呀 给灭了 哎 这一下子 这中国与缅甸呢 又成为这个邻邦了 到这个元氏祖 忽必烈年间啊 那年是元氏祖的 治元八年 这忽必烈呀 就给这个 蒲甘王朝写了封信 说呀 从现在开始啊 给你们一个 慕大元天子之德的机会 你们这个国家呀 可以正式的 向我们这个大元帝国呢 称臣纳贡了 把这封圣旨啊 装到锦河里 派了一位使臣 就送到了缅甸 蒲甘王朝 这蒲甘王朝的国王啊 那挺横的 对这个蒙古使臣呢 就是两个字 第一个字是 批 第二个字是杀 得 这元朝使臣的 这脑袋算是搬了家了 那意思再明显不过了 我们受这个大理王朝 欺负这么多年了 现在你还想让我纳贡 那门也没有啊 那您想这忽必烈 那是好惹的吗 于是啊 就下令派出三位大将 项武达尔 大补和这个野汉德金 让他们率领大军啊 分头攻打缅甸 您想那会儿啊 谁能又盯得住 这蒙古骑兵的攻击呢 大军一到摧枯拉朽 没费什么劲啊 就攻破了江头城 也就是太宫城啊 就是那会儿啊 这蒲甘王朝的首都 这缅王一看呢 打不过 他颠了 第二年呢 也只能乖乖的 向元朝称臣 前使来贡 其实啊 我倒是挺佩服 这位缅王的 在那一时期 谁对这个蒙古人不低头啊 我觉得呢 都是英雄 可是半天啊 我为什么没提 这个英雄的名字呢 因为这个名字太长了 我在这儿啊 也只能给您念一遍 这位缅王的名字呀 叫做拉底汉伯德 长吗 不长 绕嘴 到明朝时候啊 这两国关系就热闹了 这缅甸啊 进入到了东须王朝 哪个须啊 就是 对了 就是那个小点尸 那个须 这回啊 这缅甸啊 国运来了 在这个中南半岛上啊 就做大了 随着他这国运越来越强啊 哎 这大明朝反而啊 国运越来越弱 到了这个万历年以后啊 万历九年 哎 这个缅王呢 莽应龙啊 死了 他的儿子就继位了 他的儿子是谁呀 莽应李 这哥们儿跟他爹一样 以这个蚕食大明的国土啊 为己任 当然了 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大明国土啊 那应该就是云南 可是这莽应李啊 他没他爸爸实气好 他可没遇上好时候 要说这大明朝啊 哎 这万历皇帝可是不好惹 您别看这万历 他不爱上朝 不爱工作 可是打架没输过谁 您知道有名的万历三大争吗 好家伙 这跨海争东啊 日本都让他一通垮抽 打得这个风尘秀吉啊 这欲而重 这万历皇帝一听啊 就急了 什么这个缅甸人 在我这个西南边陲 竟然一块一块的蚕食我国土地 那么说这个缅王蒙应李 他用的是什么方法呢 这会儿啊 这中缅边界上 有很多的部落 这部落的头人呢 就是吐司 这缅甸人呢 对明战争啊 是一个部落 一个部落的吃掉 对于不臣服他 不纳供 中国一方的这些吐司啊 要么就是一口吞并 要么呢 就是把你打服了 让你给我呀 纳供 交来花马里 就在万历十一年 万历皇帝派出了大将 刘廷 邓子龙 率军出征缅甸 这个在中国正规军的 这个比较下呀 缅甸军不灵了 一鼓作气呀 就收复了所有的师弟 原来呢 这个摇摆不定的 这些吐司们呢 也纷纷归顺了大明 不过呀 有一件事很可惜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鞭长莫及 这战争已结束啊 明朝对这一地区呀 并没有实施积极的 边防守卫 所以呀 龟顺大明的这些 吐司那会儿啊 他挺受苦的 时不时的就受到 这个缅甸方面的吸扰 在这之后啊 这中缅之间 再有这个重大的接触啊 那就得到这顺治十八年了 那年啊 功力算应该是 1661年 乌森贵呀 率领着好几万的大军 一下子就攻入了缅甸 这缅甸国王不明白怎么回事啊 赶紧派人呢 去接触这个吴三桂的大军 一问才知道啊 这吴三桂呀 是来要人的 并不是来侵略缅甸的 他要谁呀 他要他的前明救主 南明永利皇帝 那这会儿啊 这永利呀 可不是乌三桂的主子了 这乌三桂他降清了不是 好去 现在是大清朝的平溪王爷 这缅王一看呢 打得赢打不赢啊 都在其次 因为这么一个远到来的皇上啊 没必要大动干戈 没等这个乌三桂费夺得尽呢 就把这永利皇帝交出来了 这乌三桂也真对得起 他这位前明救主 直接就用弓衔把他勒死了 当然了 也有人说呀 是这回到昆明之后勒死的 甭管在哪儿勒死的吧 反正啊 这永利皇帝呀 是死在了乌三桂的手上 这乌三桂汉奸这个名头啊 是老实了 那在之后的日子里呢 这大清国呀 开国的 也就是说这进关之后的 这前几位皇帝吧 没有时间搭理缅甸 国内和西北的战事 还逆估不平呢 实际上呢 这清政府对这个缅甸啊 他也有个期望 这大清王朝的意思是想啊 让你这个缅甸小国 自觉自愿的加入到 大清国的朝贡体系当中来 可是啊 这大清朝啊 算是想瞎了心了 不见着点针爪啊 谁也不愿意给谁当儿子 那什么叫见针爪呢 那过程只有两种 一种啊 是看见真正的利益 大红包王 第七一生啊 自然人家就磕头 管你叫干爹了 还有一种呢 是打福了 大嘴巴 跟不要钱似的望脸上贴 哎 这种结果呀 也没准能导致那个柔弱的 没有办法的小国啊 向你俯首称臣 这俨然嘛 缅甸政府啊 看这个大清朝廷啊 对自己啊 不好 也不坏 哎 就是不搭理 所以说呢 你不搭理我呀 我也乐得不搭理你 其实在这期间呢 他也有小插曲 哎 雍正七年的时候 缅甸一方的整脉吐司 就请求啊 要向大清朝纳贡 那这会儿的云贵总督是谁 是这个雍正朝的骨功之臣 鄂尔泰 这鄂尔泰 他既是名臣的 那就不是个普通人 他完全了解这大清朝廷 当时的雍正皇帝呀 对缅甸的态度 他知道啊 这几十年以来 这大清朝廷 对这缅甸王朝啊 他没有态度 那完全就是等待着 这缅甸王朝自觉自愿的 加入到东亚的朝贡体系当中 所以这鄂尔泰都没犹豫 直接就拒绝了 这位吐司的朝贡请求 那理由自然很简单 就是说呀 不想因为他一支吐司来朝贡 影响了大清朝 与缅甸之间的牧林友好关系 到了乾隆十三年的时候 这回啊 缅甸政府派人来祈求纳贡了 同样啊 云南的地方官就直接拒绝了 那这次是为什么呢 这次来的不是缅甸政府派出的使臣吗 这大清朝在云南的地方官 他门清啊 他知道这会儿的缅甸正内乱 等到这个消停下来之后啊 还不一定是谁当权的 所以这会儿啊 不能轻易的接受他们任何一方派出来的使者 这呀 得静观其变 看看日后事态的发展再说 到了这个乾隆十四年的时候 这缅甸北部的穆邦吐司啊 也请求纳贡 这清朝啊 驻云南的地方官员呢 同样认为 该以于明末久为免属 未便允许 拒绝了穆邦吐司的朝贡请求 我想啊咱们聊到这儿啊 很多这个同胞就得说了 哎 这缅甸呢 有点给脸不兜着了啊 你想啊 这个大清朝愿意让他这个来朝贡 成为这个东亚的朝贡体系当中的一员 你怎么就不说 早点的派使臣以国家的名义 来向大清朝贡呢 可是换句话说了 这件事啊 要是发生在其他的国家身上 哎 您肯定就认为 人家凭什么呀 好家伙 什么也没见着呢 您一瞪眼珠子 人家就得趴地鞋磕头 跑您这朝贡来 那哪有那便宜事啊 那么看起来呢 这段历史 它是不是过于平淡了呢 其实也不是 就在乾隆十五年的时候啊 这清缅关系 有一个大的转折点 说在这个中缅边境上啊 有一个地方就永顺 在这儿啊 有个银矿 有银矿的就得有银场 这银场是什么意思啊 它是既开采啊 也冶金提炼 这个银场的名字呀 叫冒龙银场 这银场呢 有个矿主 矿主的名字叫什么呀 叫吴尚贤 这吴尚贤呢 是个汉族人 他呀 想给这个缅甸啊 和这个大清政府之间 穿户穿户这事 那有人说 不就是一个银矿的矿主吗 他有什么本事 干这么大的一件事 竟然妄想凭自己 一人之力 推动两国的邦交 这是不是就有点痴人说梦了 还真不是 要说这吴尚贤呢 他还真有这能力 那咱们就得呀 耽误个三五分钟 把这故事啊 从头讲了 那从头讲是哪年呀 那倒到头啊 就得是1662年 那一年啊 对于大清朝可是个好日子 什么好日子呀 是康熙元年 八岁的康熙圣主 爱心绝罗的悬业 在北京城啊 登基做了大宝 咱们不说悬业呀 咱单说云南 在这云南当地呀 瓦族的头人 一位啊 叫达帖 一位叫达太 在自己的玉米地里 发现了一块 含音量很高的银苗 那位说 是什么叫银苗啊 天宫开悟里的解释啊 是这样的 说这个银苗啊 就是银矿的半生矿 一旦呢 您在地表上 发现了银苗之后 往下挖 就能发现银矿 可是这俩瓦族老乡 他不认识 于是啊 就把他放到篮子里 一起啊 和自己采着那棉花 被都试上去了 关键是 他们不认识 有认识的呀 这消息啊 不经而走 当时啊 这个南明王李定国呀 就得到了这个消息 于是就商定啊 和当地的瓦族 歹族 这三方 共同开采银矿 当时啊 效益还不错 可是啊 到了乾隆八年的时候 这银厂啊 到了平静期了 怎么着呢 他开采还可以 但是也连技术不行 就在大伙都着急的时候啊 来了一位外乡人 是个汉人 这人呢 是云南石平县人 名字就叫吴上贤 对这个吴上贤的出身呢 也是说法不一 有的史书记载啊 说这个吴上贤 那了不得了 在这个云南石平县呢 就是一个很有号召力 很有影响力的人 史书所在嘛 这个石平商帮第一人 说的就是他 也有人说啊 不是 这吴上贤呢 是在家里边待不住了 穷的只能啊 外出逃荒了 也有史书形容他叫什么呢 叫穷走一方 也就是说呀 他穷的都不行了 才跑到这蛮夷之地 找口饭吃 他来到这个苍原县的 搬老搬红一带啊 就来到这个冒龙银厂了 经过接触啊 这当地的银厂子 这矿主就发现这个人呢 有高超的野链技术 并且这为人豪爽 有组织能力 于是这群地主们 也就是这些当地的土司们 觉得呀 有这么个人才得抓住了 干脆 他们和这个吴上贤呢 就立了字句了 说好了 只要你好好的干 能够提高咱们矿厂的白银产量 那咱们以后啊 大刀切白菜 而一天做五 是对半分立 这么一来 这吴上贤可就甩开膀子干了 这钱呢 就挣得扯了去了 那您想想 他们能不富裕吗 他们不用挣钱 他们从地里呀 刨出来的就是钱 据说呀 有一年呀 那个地区闹了 饥荒了 那个地区的人 有钱 有到什么程度吧 一碗银子 换一碗米 当然了 这只是传说 现在让我听着 也有些不可信 这个地方啊 虽然隶属于云南 隶属于大清 但是啊 是两国交界 这时间一长啊 可就成了国中国了 在短短的八年时间里啊 广是这个 茂龙银场 隶属的工人 就有四万多 他还组织了一支 两万多人的护场队 日夜操练 简直就是一支私人武装 可是呢 越是有钱呢 他越呀 想寻求稳定 广有自己的私人武装 给他也壮不起胆来 于是啊 这位被当地人称为 无财星的无上贤呢 就想凭借自己的实力 自己的影响力 促进这个编定的稳定 以及安定团结 只要这块地区稳定了 他就能继续做大 这屁股底下坐着银矿 我怕什么呀 于是他组织了一千多人的队伍 到缅甸呢 去游历 说是去游历呀 其实就是花钱 去结交这个缅甸朝廷 他跟这个缅甸人说呀 和这个大清搞好关系 成为他的这个藩属国呀 没亏吃 再有了 以后啊 孝敬大清的一切功夫啊 都有我出 只要您派出使臣啊 随行就行了 并且呢 我这一方啊 还每年会向您这个缅甸一方 交出功夫 我要的就是边境和平 这多好 这缅甸人一听啊 也挺高兴 那乐得河水 咱们不洗船呢 就同意了吴尚贤的请求 于是啊 这吴尚贤呢 回到云南之后 就开始做大字的准备 终于啊 给这个大清朝和缅甸政府啊 签了相 乾隆十六年 这吴尚贤呢 又组织了一次 庞大的这个商队 一共啊 有九头大象 他想的挺好 他要借着和这个缅甸 一同进北京 朝贡的机会啊 还要在这京师啊 大字的做买卖 然后啊 再给自己活动个一官半职 这样一来的云南王啊 我就坐稳了 可是这事也离奇啊 这支商队啊 还没出云南呢 就被当地的地方官扣下了 把这个吴尚贤呢 就杀死于狱中了 有人说啊 这是大清国 看上人家吴尚贤的银子了 想把这个吴尚贤的银矿啊 据为己有 那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实际上也不是 自这个吴尚贤一死啊 这大清朝就放任这个冒龙银厂啊 逐渐衰败 直至这嘉庆五年的时候 这大清朝廷下令 永久的封闭了冒龙银厂 实际上啊 这里边的原因呢 不难解释 这乾隆皇帝 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吴尚贤呢 是个爆发户 是个爆发户 您自个儿在云南闷得之蜜 也就罢了 他不但有自己的武装 还想啊 借着这个爆国的幌子呀 买官 那军政政界商界都落在了你一个人的手里 那你不就成了云南王了 这乾隆皇帝对他呀 不得不提防 再有了 这清缅之间呢 既然已经建交了 还要你干嘛呀 留着你 让你满事去吹去 这清缅之间正常建交 是凭着你一人之力吗 所以这颗刺 这乾隆皇帝也是不得不拔 至于说呀 这乾隆皇帝是看中了无上贤的银子呀 那更是无稽之谈 如果是这样 那大清朝啊 就会好好经营这个银场的 不会放任他倒闭 这乾隆皇帝呀 也是想借此告诉天下 这点钱呢 对于大清朝而言 对于我乾隆皇帝而言 屁也不是 那么说自此以后 这大清朝和缅甸之间 就正常邦交了呗 但要是真的能正常邦交了 就没有咱们今天这段书了 没过多长时间呢 挑起清缅战争的事端 可就来了 任缅甸单方面出兵云南普尔 这才引得一场清缅之战